我们念得不灵 违背了大师至菩萨的教会 菩萨教人念佛 都是六根静念相机八个字 我们没做到 我们天天念佛 六根没有十柱 为什么呢 一还被外面的色际 这个境界 被他所转 而被外面的阴沉所转 一被相转 血被卫转 身被促转 亦被法转 全都被外境作转 都是六根就是把这六根收回来 不受外头境界的影响 这叫都是六根 我们今天受外面影响 外面风小小一动 我们就受不了了 外面的大风大浪 我们还是保持 我们还是保持 如如不动 这叫都是六根 那么由此可知 都是六根 就是放下万圆 就是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那就是都是六根 然后再讲禁令 禁食亲近 不怀疑就亲近 不驾杂就亲近 如果你怀疑 你说我不怀疑 不怀疑就亲近了 不亲近就怀疑啊 你怎么能说你没有怀疑呢 不驾杂就亲近了 驾杂就不亲近了 驾杂什么呢 驾杂就六成六十 驾杂六种 所以不怀疑 不驾杂 不间断 哪有不成功呢 这个法门 什么人修的 驾杂是 就是阿弥陀佛 无界修行当中 所修的 八万四千法门 第一法门 十方祝福 所修的 无量 无边 无尽 法门 里头 第一法门 十方祢 持明 念佛了 我们今天念佛 持这个字没做到 所以我们念这么多年 没效果 如果真的会念 三年 决定成功 净土 神仙路 往生 转里头 三年往生的人 有多少 那不是寿命道路 是他念佛功夫成就 他有条件 瘦陀 寿命不要了 先走了 好像我们看他走了 他怎么都没有慈悲心 都不留下来教教我 我们全看错了 全想错了 他走了 就是叫我们 给我们做榜样吗 让我们相信 那是真的吗 后面 他又来了 他来去自由啊 他又变了个样子来教我 为什么他变个样子来教我 他要行慈明心 他能不来吗 该去的时候 他就去 是叫你 该来的时候 他又来 还是来教你 没有中断过 来的时候 换一副命空 换一个样子 你不认识 六道众生 七十 哪一个不舒服 乌萨 哪一个不是 再来人 都是在这里 世纪 教我们 问题在哪里呢 会不会 正如同 华言经末后 善才同志 五十三才 善才同志 从早到晚 五十三餐是什么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我们早上 我们早晨起床 到晚上睡觉的一天 不都看到这些人 全是佛菩萨 都在这教我 都在这给我实现 有人实现正面的 有人实现反面的 有人实现善的 有人实现悟的 把舍法界一正装眼 天天表演给我看 非常可惜 我们全看错了 全会错了意 所以只剩烦恼 不剩智慧 如果你懂得了 他都是来表演 他都是来帮助我的 提醒我的 我不剩烦恼 可以智慧 对所有一切众生 表演众生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都无体头地 恭敬感恩 你不就成佛了吗 佛不是在哪里 就在当下了 就在眼前了 没离开过 你真正能够 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一切皆成佛 不是过去 不是未来 就是当下 所以 你说这句话 还得了吗 念老大师 这个赞叹 奇哉奇哉 他体会到了 他要没有很深的体会 这句话他说不出来 这样 专迷为物 专迷为居 不仅是弥陀 四十八院之本体 从此一句流出四十八院 我们能体会到 社佛三十 一切祝福 所误 所臣 所教 所传 无量无边的法门 都是从这一句 流出来的 你能说不是吗 无量寿金 从这一句流入 大方广佛华阴近 世尊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金 是不是从这一句流出 一点都不错 这一句很得了 一夜之愿 只是行此一句 无量法门 一夜法门 也是只行此一句 无量法门